你不结婚他觉得也蛮好的 不生小孩 就这样一个人过过挺舒服的 白天上班晚上喝喝酒对吧 你这个潇洒的 阿飘哥你这个40岁了对吧 你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你头发怎么比我多 你肯定的老个头发 我才83年你84年 你头发比我多这么多 没结婚和结婚和了 差得远了 你到现在谈过朋友过来 没有 没有谈过朋友 男人以世界为主 母胎单身了你是 那你这个一个人住个三十两天 你太浪费了有点 那你也没想过找一个 还在想 还在想 受家里人熏透了这样 什么意思 他们说45岁在看 45岁50岁在看 因为他们能感觉 女的年纪越大越成熟 就是说比较安全一点 叫你找个年纪大一点的 到时候对吧 不是那你到45岁50岁在结婚 你这个生孩子就 丁克 丁克 丁克对 那你爸妈能同意你 他们最想丁克了 为什么 他们省的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们自己在家庭那边 然后牙羊老挺好的 那他们干嘛那时候要生你了 他们要丁克 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爸1952年 老三届 老三届那个年代 不成小孩要被批斗的 那个时候生的都是越多越好 到你这一代就说你不结婚 他觉得也蛮好的 不生小孩 就这样一个人过过挺舒服的 就以后帮你带小孩 他们也觉得反而烦 很累对 那我想问你 你本身自己喜欢小孩不了 喜欢的哪个男人不喜欢的 这不一定 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单身 都不想结婚 他们就只是爹妈挤的 但小孩不挤 小孩想玩 就不着 就不着 那你是你也不挤 你爹妈也不挤 我是爹妈不挤 我挤的也没用 所以我还说去不挤算了 你一个人过过挺好的 白天上班晚上喝喝酒 对吧 你这个潇洒的 到时候下期或者再 何报都叹气了 你早上玩一玩 晚上喝喝酒 他早上收外卖 晚上还收外卖 头发没一天比一天少 你们头发一天比一天多 一样岁数 你看你们40岁 一个这么苍老 你看一个这么年轻 机会很多 机会很多 荷包蛋们就是要找女的 你们就是不愿意找你的 找个女朋友对吧 应该到人民公园去 把你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哀思纸放一放 女朋友马上就过来 你这个条件这么好 这个对对对 卖相你看又长得那么帅 对吧 像谢霆锋一样的 人民公园我去过 去过这个 我去过这个 里面水很深的 人民公园公园 人民公园就里面 很多都是 都是婚戒 婚戒 他们去捞资源去的 捞到资源之后 然后同行业的婚戒 在互相卖来卖去 卖来卖去 然后后面你懂 你懂的对吧 那么你现在生活中 有这个女的追求你不 单位同事什么的 没有你想多了 我我应付没荷包但好 我看到我都要躲起来的 为什么你这个形象可以 长得又高 人又帅 对吧 又有钱 这个你钱不 这房子不是我名字 那不管那也是以后婚房 对是你以后婚房 其实我就是说什么 其实我现在是一无所有的 都是爹妈后面撑着的 发现有点像以前皇宫里的那种皇子 没有什么生杀权的 你这都听爸妈的话 你这个都是 爸妈叫你干嘛就干嘛 爸妈给你支配财富的 命苦 所以我还命苦 你瞎了 所以我是空架子 空架子对啊 如果他们把这个房子占有了 搬过来住了 什么东西都不给我了 我就睡大马路了 睡大马路了 桥东下面吧 我也看到车中那边 有个桥东 桥东挺好的 你准备去睡一下 你一个人住着 不觉得寂寞吗 你这个不寂寞 晚上 周围有青蛙的叫声 有狗狗的叫声